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大家好 超級星期二 超級星期二 我們這一節想為大家送上一個 港共的新大旗手 這個人沒有特首之名 但是現在正在做特首之神 這個叫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最近連珠砲發 包括袁爸爸指控他 教唆楊凱恩 跟他割席 我已經分析過了 有機會也有機會 我又不是完全覺得他能夠索獨的 因為我覺得容凱恩本身也會做這種事 他本身也是以 除了容凱恩這件事之外 葉劉淑儀還批評英國 說你們沒有代表性啊 說英國的民主 其實沒有代表性的 不夠香港的 民意認受那麼高 你們就很少票而已 然後又說立保守黨 是你們十幾萬人選出來知道嘛 英國首相就是你們立保守黨的 我們就增加民主成分 大家記得多點投票 葉劉淑儀叫 你認受性不夠啊 但是香港議會有多少投票啊 現在那些人拼老命攻擊 你多票就已經腳軟了 現在那些人不就出來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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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你不要投票 其實很多人都在說 你們不會成功的不會成功的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如果大家都聽老爸媽說這個世界 大家還是在壓滿清的邊 這些人還是在壓腳 沒有進步的 為什麼要有進步呢 就是要多嘗試 很多時候 你如果不去試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件事 現在的共產黨 可以說沒有裝到牙齒 你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辦法的 我們就要做信民吧 雖然我不覺得你說投票會有什麼 立即的變化 但是 做一些他不喜歡做的事 長期都是要做的 這是第一 這是其中一個香港的核心價值 因為香港人想要普選 想要選舉 想要反映民意 已經絕對不是第一天的事 所以這個是有另一件事 除了你說要做一件事 令他覺得不高興之外 那一件事是跟民主的價值是直接相關的 所以是有兩重的目標 兩重的achievement 所以如果你說你舉到另一件事出來給我們聽 是可以達到 雙重目標的 其實我們是會支持的 問題是我們從來都沒有反對過做其他事 問題是你從來都沒有其他事在做 所以我們才會支持這件事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有人提出 在做其他事是做到雙重目標 或者甚至乎不只雙重 是三重目標的 我們一定支持 最重要是提出 不要掛念 就好像建制派那樣 他們各個梁美芬上身 當時香港《基本法》也寫到 香港有普選的 他們就出來跟他們說 普選沒用的 別那麼心急 現在不是時候 遲些啦 今屆不行 下屆不行 二零四七啦 我面對我做壞事在說習慣 沒問題 當時ami Berg 講這一下 其實 我已經認同了袁爸爸的觀點 就是海外的民運人士 被人屠殺 局仇嘉恨 為什麼 為什麼在海外三十多年 什麼都做不到出來呢 就是因為 沒有一個有代表性的組織 組織大爆 很多組織 幾個人是一個組織 周圍都是某某主席 這個也是主席 那個也是總裁 國內人沒有試過選舉 你可能真的怪不到他們 他們真的沒有試過 選舉去產生領袖 每個人都是靠自己的江湖地位去做領袖 每個人一定不會互相服從的 他們沒有試過透過選舉去產生 但你香港人是有經驗的 雖然你的立法會不是全面直選 但你已經習慣了 大家會接受選舉結果 選民主席 不是你的大佬主席 是你的黨主席 不是你的組織主席 香港早已接受了 是可以透過選舉去產生的 所以你有什麼必要 香港人要重複國內民運人士 所以你絕對沒有理由要重複的 你重複是說不通的 你是選舉開的 本來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來的嘛 因為現在的情況也有 跟當年的五區公投也相似的 有人出來攻擊 沒用的 被你公投投贏了又怎樣 共產黨會倒台嗎 最神奇的邏輯 本來也知道要說葉劉 但先說一會 最神奇的邏輯 他們說 你們不要騎著劫 你們不代表我 這個說法 大家怎麼回答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又不代表你 你又不投票 你又不參與 我怎麼騎劫你呢 我想問 你又不承認這件事 我怎麼騎劫到你呢 我想問 為什麼騎劫到你呢 你又不承認那件事 那件事又不代表你 你又不參與 你又不參加 你又不討論 也不關你的事 為什麼會代表你呢 為什麼會騎劫到你呢 你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一來完全不關他的事 二來我們不是在騎劫到你 我們在騎劫到其他人 不要承認騎劫 沒騎劫過 你願意參與就不是騎劫 騎甚麼劫 本身也不關你們的事 其實你們說什麼呢 不要濫用那些字眼 你只是藍絲而已 你就不要投了 他一定不會支持的啦 親北京的人士一定不會投的啦 你會不會 北京的人會說你不要騎劫我們 他一向都不會投 也不會支持的 還有一個 好像當年司徒華一樣 五區公投出來 叫人不要投票 我就不會投的啦 投了有甚麼用啦 一小算人搞的 我們就不會投 類似這件事 完完全全 跟共產黨的事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啦 我們這節也說葉劉 說回這個主題 葉劉 真的擔起了現在港共政權的大旗 提倡說要香港 買街有特別印花稅 特別印花稅 他對於大陸人要給了 一倍 一個雙倍 現在他就說要放寬 不用收大陸人一倍印花稅 是不是意味著 大陸人 就會來香港買樓呢 這件事 我也覺得他是一雙情願的說法 他接受彭博訪問的時候就說這件事 但是財政司司司長辦公室就回應說沒有這件事 不好意思 說起騎劫 其實現在是葉劉淑儀想騎劫就是財政司 不過失敗了 其實他是特區政府的部分來的 他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他其實已經是很政府的一部分 他不是主事的官員 其實他是動議的 總之他是政府的一部分 其實行政會議也是諮詢機構 其實 如果以往港英年代 行政局 那時的行政局 基本上是香港的權力 核心 當時每次出來宣佈一些重大政策 就是港督會和行政局 但是其實自從林鄭月娥的年代之後 他完全是任何一個人都影響不了他的無上權力 他任何一個人都不聽 行政會議一直都被林鄭月娥假空了很久 所以才有這個林鄭月娥倒台的時候 行政會議自己出來開記招 那當然是被北京罵了 說你們有甚麼理由出來賭歌 其實是想出來賭歌 葉劉淑儀是很奇怪的 他自從李家超拍板做特首之後 他本來每一屆都說要出來選 今屆是徹底保持沉默 這個其實很明顯 北京一定有事情答應了他 他說以前的馬仔是特首的 那就是慈禧太后 我想有人會這樣推銷他 他很明顯就是 有些 桌底的說法是他認同了 他接受了 現在最大那個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很大的證據 證明現在的特首這個位置是虛偽 現在的李家超 你從他的說話 從他出來的表現 你會覺得他的智力很大問題 好像低低地 低低地 最重要是 身邊有沒有做得事的人 現在 葉劉就想做一個角色 想告訴別人他做得事 是不是 那麼他會不會 是真的葉劉做得事呢 在某些行政上面 葉劉是熟悉的 你說做不做得事呢 就是視乎那個政府 好像林鄭那樣 林鄭覺得自己好打得 好打得 還有真的做到事是兩回事來的 不過呢 葉劉和林鄭都是那種 技術觀念 他是熟悉政府的架構 而李家超 因為當差當得太久 他基本上他懂的東西 就很片面的 很有限 尤其是經濟 李家超 他差不多應該是最廢的特首 那麼久以來 最不熟悉政府的 他比董建華還差 他比董建華還差 當然對於很多 下屬來說 太過有主見 又不熟悉制度的人 是很可怕的 這件事 董建華得罪了很多AO 當時以這個 陳方安生為首的手袋黨 覺得他是傷人治港 他們不懂的 其實也沒有錯 但是李家超就不一樣了 李家超呢 是甚麼都不懂 是甚麼都不懂 又沒有主見 他不是有很多主見 很多idea 叫你去想 他又沒有主見 他是在等命令 那你就等回行政會議給你命令 陳茂波會反抗的 陳茂波一聽到葉劉說出來就要澄清了 會有相關計劃 因為他不想讓你奪權嘛 你指揮你的特首好了 你不要指揮我啊 其實在梁振英在野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這批人了 有些人就覺得 出來指點江山 你要聽 我就等於影子特首了 林振英一直都想做這件事 結果 一而再 再而三 都是失敗收場 因為林鄭月娥遇到了一個很強勢的 整個政府沒有人聽過的 北京也沒有人想聽 他只是一班糧粉 自己圍一個圈很開心的 幫到自己打飛機 葉劉淑儀提出這個 其實也是反映到香港經濟不好 我們也是提到香港經濟不好 肯定很差 中原地產 已經是蝕本 虧本到了 要省博 縮資源 這節目說到 下節我會讀給大家聽如何省錢 拜拜